他终于忍不住来取车了 不枉我暗中盯了他三条街 并且提前一年埋伏在这房顶上面 受尽了日晒雨淋 目标出现 锁定发射 对方故意打的车后 为的是震坏其后缺系统 随后再出一炮打在侧面 最大的冲击 帮了其瞬间偏离了方向 转车 至此 我一年的等待 苦尽甘来 伏击成功 然而还未来得及喘息片刻 一让战车呼啸而来 我赶紧起身接客 摸着索机是一只四人满遍小队 让我胆战心心 心就与他们能完整的一起 这一炮 应该会打他们一个猝不及防吧 看他们的名字 显然是一对至情至爱之人 我心里善良 就尽快地送他们一起重开一局 此时的下方 剩余两人正在卖力寻找我的身影 我曾经可是心理学高材生 经过我的反复推断 他们现在应该是有点生气了 但是我可是大盲人 我发现了新的目标 我带这把VSS是有原因的 它可以让我的敌人 不知道自己是如何挂掉的 从而极大减轻 我做坏事的心理负担 我打倒了一个 他们队友情深 我能继续出击 好事做到家 坏事也要做全他 等一下 什么声音 有人在丢雷 该死 我忘记下面还有两个生气包 他想炸我 太坏了 于是善良如我就这样遭受到了第一次打击 但我并不怪他们 因为确实是我先伤害了他们的队友 但是又要继续丢雷 这就是他们的不对了 我还以为我们此时已经忽不相见 就不揭露 我早已中创形容憋屈不言 要不是因为这里位置占有 我早就冲降下去和他们不死不死 难道如现在这般打得这么憋屈 该死 要命的事情来了 下一个安全区突然刷到了荒郊野外 罢了 这就下去和他们拼个他们死 我活 但是他们明显不给我这个机会 腾起的浓烟彻底遮盖了他们的踪迹 遮掩了他们的脚步 让我的一千三万样耳机都失去了效果 这要是贸然下去 肯定会被印的生活不动自己吧 等一下 有人看到你 这一不留神怎么被人跑到对面 但是我心里学过硬 我猜他即将在这里 但打完这个独拳也已到来 我顿时心中明了 这一次怕是凶多吉杀 剩余六人早已尽宣 怎会放过我这个火把子 难道这一局就要就此结束了吗 不行 我不能放弃 这里还有一架直升机 我也许还有希望 只希望他们一会儿眼瞎 或者无暇打过 瞎得还挺快 得再打一个 现在 偏一把 飞在空中能量在飞锁的下 同时我也怕被导弹锁定 我太难了 这才叫真正的绝顶逃胜 唉 怕啥来啥 但我必须赌一把 去到他们后方才有胜利的可能 这个鞋铺不错 只希望周围没有趴着浮顶膜 回服完能量 我开始仔细打量这个决赛圈的情况 一直没人搭理我 说明声音散人都在西北方向 其中应该就包括那两个小气包 所以现在我只需要关注前方 100度范围内的浮顶膜 能否吃鸡 就看接下来的眼力了 有枪声 上去看看 停声编位255一个 真好 另一个也出现了 正是我背后打黑枪的大好时机 这下舒服了 足三难人算是和我一起团灭了右侧的队伍 瞬间就来到了一位一的美好局面 这下我还怕啥 这盘机已经毫无难度 于是我默默地退回到了斜坡后面 对方在麦田之内 稍后就血跑毒 而我只需要守住歹兔 看烟雾弥漫 他开始行动了 但是这也可能是严断战术 他说不定就会突然从两侧冒出来 我切不可 掉以轻心 果然如此狡猾的家伙 可惜他今天遇错了人 我是麦克 我今天死里逃生 多亏了我机前的心理学推理能力 但对象技能非常耗费脑力 所以要不停工一天休息一下